- 政經關不了,關不了政經,今天在美國Houston,在Texas,全美台灣同鄉聯會的46屆年會 我今天有個很大的收穫,就是我今天坐在台下呢,我當成,因為是貴賓嘛 那立法院的副院長江啟臣,他做了一個專題演講,其實我本來很困啊,因為我們有時差,然後又做紅眼扳機 我實在很想落跑,我心想說國民黨立法委員,你們還能講出什麼了不起的事對不對 但如果你真的講了什麼了不起的事,國民黨今天也不會變成這麼威嘛 所以我很想落跑,可是又不好意思,就坐下來聽 我聽著聽著很入迷,不是入睡,是入迷 我真的覺得這一場演講值得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我仿佛變成一個大學生坐在底下聽江啟臣教授在談最新的世界局勢 我會議量多,而且他講了很多秘辛 我真的覺得這一場演講值得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全程聽到尾,而且我覺得我很有收穫 把這一段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我們非常榮幸有許多貴賓在座 讓我一一來介紹我們與會的貴賓 首先讓我們用熱烈掌聲歡迎中華民國立法院副院長江啟臣先生 接下來讓我們來歡迎我們立法委員 還有我們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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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君 我們也歡迎我們 我們也歡迎我們 我們也歡迎前立法委員 現在是我們 喬聯總會 總會 總會長 彭慧珍 女士 另外歡迎我們昨天的講員 彭文正教授 陳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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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以信先生 請 還有沒有遺漏的 謝謝 謝謝大家 因為今天一來的時候 我在做一些溝通工作 可能資料還是不完全 有疏漏的地方 請大家見諒 好 那我們現在 進入今天我們真正的重頭戲 我們有一個 Kina speaker 就是我們立法院 江啟臣副院長 給我們做專題演講 讓我們熱烈掌聲歡迎江啟院長上台 謝謝 謝謝我們主持人 小明兄 我們全美台人的會長 戰會長安安 我覺得你名字取得太好了 而且你剛才的開幕致詞 我仔細聆聽 雖然簡短 但是非常的全面 也非常的語重心長 當然也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我們今年的籌備的主委 非常辛苦的張主委 他可能還在忙 然後今天在場的 各位全美的前總會長 副總會長 還有來自全美各地分會的 分會長 還有各位海外的兄弟姐妹 在喬見各位領袖 各位先進 還有今天跟我一起來參加大會的 包括陳委員 黃委員 鄭委員 葛委員 以及我們兩位 也是我過去的好同事 李姓主任 還有慧珍理事長 還有好朋友彭批 還有翁立忠教授 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Good morning 很高興 又再度來到我們全美台灣同鄉年會的 這個年會 我也要謝謝 這個貴會在 3月份 就到我的辦公室來做邀請 所以其實當時候我也不曉得 我8月份的行程會如何 但是我一口就答應 既然答應就要做到 我也真的排除萬難 各位都知道 立法院 今年的這一會期的立法院是非常非常辛苦 而且 這個 可以說 跟洗三溫暖一樣 變化非常的大 在場跟我一起來的各位委員應該都體會很深 尤其這一屆剛當選的 他們有時候說 沒想到當選立委比當議員還要辛苦 CP值好像沒有議員那麼高 不過 這個價值跟代價是值得的 這也是中華民國 民主的道路走到今天 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我們這個會期從2月1號就職 到 7月16號 開會結束 整整開了超過5個半月 我在立法院第4屆 大概這一屆的 這個會期 連續開 開最久的一次 而且中間的過程變化 千變萬化 這也是目前 我們立法院三黨不過半 首次三黨不過半 我們所面臨的新的環境 有挑戰 有機會 正如同今天我要講的主題一樣 我們在變動中的事局當中 尤其整個亞太格局 印太格局 美中情勢 兩岸局勢 的情況底下 我們面臨的新的變局 這個變局底下 有台灣的挑戰 當然 也有機會 端看我們怎麼樣來因應 鄭主動剛才安安會長所提到的內容當中 他實際上給我出了這個題目 所以我待會就來嘗試的跟大家分享 跟回答 這個問題 那 當然 時間有限 我沒有辦法非常全面 但是 我僅就 我在擔任 立法院副院長這半年以來 還有之前的一些累積的 觀察 經驗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 在目前的印太情勢 他是怎麼樣變化的 這些變化當中 當然絕對涉及到 美中的關係 美中台三邊的關係 各國都面臨同樣的 大環境的 困難跟挑戰 但是各國有不一樣的因應 台灣在這個大環境當中 我們當然不只要因應 我們更希望能夠安身立命 我們更希望安居樂業 更重要的 我們希望有機會 積極扮演我們的角色 提升我們的地位 那 我會選擇 題目 叫變動中的印太局勢 這個絕對是跟 當前 目前 全世界的 Super power當中 兩個非常重要的 主要國家的 競爭有關 一個當然就是 目前我們所在的 USA 另外一個就是 在台灣對面的 PRC USA跟PRC 過去曾經 有一段時間 其實算是 彼此相互交往 但是 曾幾何時 幾年後 現在是 競爭大於合作 這已經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狀態 我還回想20年前我在美國念 念書的時候 我是1998到200 1996到200 在美國念 壽司跟博士 當時候的台灣學生 老實講 申請不到什麼好學校 也申請不到什麼好講學金 Why 因為幾乎都給 China的 PRC的 student 因為當時候的美國政策 是要engage 北京 engage China 他們認為可以改變 PRC 可以改變 Main in China 但是經過20年後 真的 這個局勢變化太快了 整個upside down 整個upside down 現在幾乎是美國處處防著PRC 不光是在軍事科技商業 包括education 包括各方面 特別是在價值上面 所以現階段對台灣學生來講 到美國念書 反倒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因為 美台之間要深化要交往 其實education 是很重要的 是關鍵的 所以上個禮拜 我出發前剛好AIT的新任處長 鼓立人也是台灣的女婿 他找我吃飯 實際上我已經在一個月內見他兩三次 但我都跟他提到 台美的關係的深化 教育是關鍵 不是只有軍售 也不是只有台積電 Education is a long-term process 這個process會 會深入到 這個 年輕人的心中 我相信在場跟我一樣很多流美的 應該不會完美 流美 幾乎最後都是 Pro-United States 那這也是Pro-United States 台灣的relationship 當然 國際情勢之所以 這麼大的變化 我還是回到我自己學 傳統國際政治的 學者的 基因又開始上升了 敵信兄應該也都是 我們都是學國關的 在場 有幾位好朋友都是 學國關的絕對離不開 談POWER 權力 POWER POWER Politics 國際政治幾乎就是POWER 那POWER是什麼 POWER就是很現實 你有實力你將其分 那這個實力是什麼 軟實力硬實力 你可以有拳頭 你也可以有思想 你也可以有論述 你也可以有吸引力 來決定你的POWER 有多大 所以21世紀 有人講說是中國人的世紀 講得也沒錯 因為是 是整個Rise of China versus the United States 所以US跟China的關係 US跟PRS的關係會怎麼變化 哈佛大學教授Gren Allison 在四年前寫了一本書 叫《終虛一戰》 永康兄我們的海軍上戰在這邊 他應該拜讀過 他寫完之後那時候我擔任國民黨黨主席 他透過人寄給我 翻譯的那時候剛好中文版在出書 我看了一下 那時候其實我看了其實蠻 第一個蠻震撼的 第二個覺得 這個對台灣來講 對中華民國來講 恐怕 不是只有美中終虛一戰 台灣何去何從 台灣如何趨吉避凶的問題 因為在他的結論當中 各位可以去 拿這本書來看 他把過去人類的歷史 四五千年的歷史 應該說兩千多年 從羅馬 希臘 到現在的當代的國際格局 把所有過去Super power 第一名跟第二名的戰爭 第一名跟第二名的競爭 做了一個 Anazis 16個第1名跟第2名的競爭 有12個 以戰爭結束 那你說這個機率有多高 8成 這麼高 所以當然他在預測說 那美國跟PRC未來會什麼結束 終虛一戰 你會shock嗎 暗安會長你還會暗安嗎 對啊 所以這個給我們很大的 的一個 implication 當時候我當好在擔任國民黨當主席 所以後來 Times magazine 給我做了一個專訪 那時候在COVID-19 這一個Times magazine的記者 在上海 他的這個特派 他跟我約了一個時間 希望給我video conference 我說要談什麼 他說你是最年輕人當主席 我們聽一下你怎麼改革國民黨 說 那是非常tough 那我還是接受我說好啊那我們就來聊一聊 結果他給我約了一個時間 我記得談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可能要談半個小時要談一個小時 談了所有的問題包括亞太勤勢 兩岸勤勢等等 談完之後 他問他說你這什麼時候要出刊 他說我們大概 2021年的 2月吧 我們會 幫你的專訪做一個出刊 因為他是不是有亂寫 因為對國際媒體 有什麼都很擔心他會出刊 等等 那其中當然談到了國民黨的角色 他也提到兩岸的當時候的緊張關係 那時候還沒有最緊張 2021年還沒有最緊張 好戲在後頭 然後 這個 經過 一個月後 過年前 他透過 發了一個mail給我 他說 我們 2月17號要出刊 我說好 那這出刊是什麼 他說這出刊我們把你選為 全球未來百大的 這個 他們叫 Next 100 這個是Time的Program 他每兩年選一次 全世界每一個領域的Next Generation 的Hundred Leader 我非常surprise 然後我覺得跟這個Interview 應該很大的關係 也跟當時候 我在主持國民黨的黨務有關係 可能也跟我跟他的回答裡面 我認為國民黨該扮演的角色 該處理的事情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非常榮幸那時候 就 判給我這樣子的一個殊榮 對於未來 你沒有盼望了 我的女兒發現了 他的父親的口袋裡面 掉下了這個毒品 在那個時候就 讓我知道 他已經染上了 Copan 這個很深的 這個毒品的習慣 從來 這個人 就不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秋节除了吃柚子 还有多种水果礼盒可以选购 特别严选了各种进口水果组合 例如来自香脆甜爽的纽西兰 爱飞苹果搭配香甜的葡萄 特价只要999元 或者是来自加州的血蜜桃加葡萄组 也只要1099元 无论是送礼还是自用都非常实用 现在满2000免印费 详情请上1450购物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 feel your love come through the phone saying I, I love you I said I know that I am getting older 這次是 各浴發和,2023年的Times 給下一回む來台灣上訪 所以這代表本黨在美國的主流媒體當中 其實不是親中的 也不是他們講的說 我們講說中共統務人之類的 我想我們有我們的角色 我們該主張的 我還是回到中華民國 這四個字 這還是我們最重要的主張 當然這樣子的變局 其實又必須回到2021年 2021年同樣這一年 5月份如果各位你還 有記憶或者你現在可以查一下5月份的Economist cover page是什麼 2021年的5月份我們都在做什麼事 COVID-19 台灣5月16號17號lockdown 三級緊接 大家都不能出來 台北的街道空蕩蕩的 你看看台灣你看我們 一下令大家都 大家都配合這樣 可是那一年的5月1號 Economist cover page 叫做 全世界應該說地表上最危險的地方 台灣 我很難想像 我很難想像 怎麼會是地表上最危險的 我那時候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我開始懷疑Economist的公正性 跟他評估的能力 他survey的能力 但是一年後 我懂了 你看 2022年的 2月24號 something happened 什麼事 Ukraine 烏克蘭戰爭爆發 你有想過嗎 請問當初你認為 會打烏克蘭的拘手 No one 你認為不會打的拘手 有一部分 但的確美國給了烏克蘭情報 俄羅斯要打你們 但哲倫斯基認為不會 他給他的訊息是2月17號要打 結果後來1 week later 2月24號 真的打 spatial operation 不是全戰喔 There's no war 這是spatial operation直接進攻 在演習當中直接進攻 所以這個就是國際情勢的變化 所以那時候我知道 真的 Economist講的事情有一點一半是真的 因為 Ukraine之後 那個禮拜在台灣的新聞是什麼 國際對台灣的看法是什麼 今日烏克蘭 明日台灣 雖然我們的政府一再否認說 但國際上是這樣看看 好啦 同一年8月份發生什麼事 Nancy Prosy 堅持訪問台灣 拜登那時候應該很為難 但他來了 但他來了 不過很巧的是 他是8月1號到 我剛好那一陣子 我跟亮儀我們在 非洲 我們去南非的台商會 我有幸跟Lancy Prosy在新加坡同一個時間點 我們在那邊轉機 他先去訪問新加坡 再回來台北 然後呢 我還記得那時候他的 Poker是在台北之後 隔天要到立法院 然後我是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我要陪見 可是很抱歉 因為當時COVID-19 所以我回到台灣 我比他早幾個小時到台灣 我必須被lock down三天 所以就沒有機會見到他 好 那他來了立法院 但他離開了之後 8月2號以後 我們開始一個禮拜 接受中共的環島軍演 然後 超過10枚以上的missile 飛過台灣的上空 有沒有 各位還記得吧 有些可能我忘記了 那是第四次的 台灣Straight Crisis 第四次 第三次 96年我也經歷過 我在金門擋兵 96年的台海危機 I was in Kimmen 我是Fragman 就是 就是 敵后爆破的 那時候非常緊張 我差點退不了 真的 可以問陳永康將軍 我們那時候在金門是寫遺書的 因為 二級戰備就是 24小時在砍龜睡覺 槍不離身 我們隨時都要出海 好 這是96年的台海危機 到了 2022年的第四次台海危機 不一樣的台海危機 但是我們看到 美國都有來 但是來的程度不一樣 96年的台海危機 美國派了兩艘航空母艦 一艘叫尼米茲 一艘叫做獨立航 Passing 台灣Straight 所以讓整個危機管控到外島 這一次的台海危機 美國的航空母艦在哪裡 也有 A little before 在外海 花蓮外海 但重點是 飛彈飛過了台灣海 台灣上空 落到了 很靠近日本 宇納國島 就是 我們的東岸這邊 日本開始緊張了 所以第四次的台海危機 還有一點 繞台把台灣圍起來 更重要的一點 叫做 台灣海峽 中線 已不存在 所以我開玩笑講 台海無中線 不是我們現在那個無中線 沒有中線 沒有中線的這個默契可言 那這個對台灣來講 在Defense上面 在 國家安全上面是一個 非常重大的挑戰 OK 那為什麼講到這邊 因為 這樣子的發展 從2022年開始 我相信那時候 以信也在立法院 我們不時都接到不管國際媒體 政要 國會議員來訪來台灣 絕對都問你兩件事情而已 第一個會不會打仗 海海會不會打仗 第二個 你們準備好了 這是非常非常tough的問題 坦白講我們作為在野黨 也不曉得該怎麼回答 我們只能講 我們想辦法避免戰爭 Avote 我們盡量mitigate 這個 這個 這個過程 讓大家覺得台灣安全 所以為什麼侯友宜選總統的時候 他會講說 不要講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台灣沒事 日本就沒事 台灣安全 大家就都安全了 所以如何 Make Taiwan Secure 是 作為台灣的政黨 不管是政在野 尤其在野 我們更應該 努力的一個方向 但是大環境是不是這樣子 不完全 我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的在亞太情勢的大環境發展 很重要的主角 美國 PRC 這兩個 這兩個 Super power 應該這樣講 美國還是Super power China應該是Rising Super power 他想要做Super power 或者 美國認為他有可能是會挑戰他的Super power 所以開始做很多 各式各樣 在每一個領域的競爭 從軍事國防外交經貿 科技文化各方面 而且不只有在 特定的區域 幾乎是全球性的 印太地區只是一個縮影 我們看看這個縮影 我舉個例來講 第一個 美日印澳 美國日本 印度澳洲 我們講 跨 適當安全的 對話 這已經進行太多年了 但這個 繼續以這個為核心向外擴展 最近這幾年 比較具體發展的是 以 三方會團 也就是AUKUS 美國英國澳洲 這個是 傳統 央格魯薩克遜 的民族 所以他們彼此之間是相對 沒有 猜忌猜疑的 所以他們組成了AUKUS 這個AUKUS最近的發展 蠻具體的 第一個 幫助澳洲 發展核子潛艦 核子潛艦都會知道澳洲不是核子國家 他是沒有機會拿到 他不能發展核子相關 但 美國英國 幫忙 所以讓澳洲未來會取得核子潛艦 第二個以這個為核心 繼續拉攏 第二次的國家 包括日本 韓國加拿大 紐西蘭 做什麼 研究高科技 包括 所謂的極音速飛彈 跟武器 這都是具體在發展的 所以我們看到 以 美國為首的 這個西方國家 在這個地區其實已經開始進行相關的夥伴的結盟 很明顯很清楚 那日本 反而是這當中 其實 雖然 感覺上是泰海危機 但非常緊張的叫日本 非常緊張的日本 所以日本的軍備預算從過去的1%已經正要到2% 那他相當的不安 過去北方 北邊有俄羅斯 西邊有 有北韓 現在南邊也有泰海的問題 所以2022年 日本跟澳洲簽什麼 相互准入協定 什麼叫相互准入 就是彼此的軍隊 在平常的演習或者戰爭的時候 是彼此相互進入彼此的地方 所以他跟澳洲簽了相互准入 還不夠 2023年跟英國也簽了相互准入協定 到了2024年今年跟菲律賓相互准入協定 為什麼沒有跟台灣簽 因為我們沒有綁交過 第二個他如果簽的話我想北京跳起來 直接先進入台灣 所以這個是 日本在準備的事情 那你把這個連起來 從 日本 韓國 菲律賓 到台灣 其實這個已經連成一個美國的第一島鏈當中 在東北亞的我們講 新月息的連線 整個把PRC 圍堵起來 而且 軍演 不斷 他不是講一講而已 他是真的 military drill exercise almost everyday 你可以看一下 地圖攤開 全世界 目前有哪一個地方 除了烏克蘭 除了以色列在打仗的這些地方以外 哪個地方的軍事 演習的頻率最高 台灣周邊 台灣周邊 每天 我在講話的同時搞不好都有老公的飛機在上面飛 都有船隻在旁邊繞 那就更不用含 美日韓的軍演 美日菲律賓的軍演 都剛結束 或者未來還要進行 我講話的同時 已經 有一個軍事演習正在進行 就是印太奮進 Indo Pacific Endeavor IPE 誰主導的 Australia Australia 2017年就開始做這樣的軍演 他是澳洲加東南亞國家的 例行軍演 但是 從前幾年開始 擴大 擴大 今年來講 光澳洲投入3500名 軍人 澳洲這個國家的size跟軍隊3500人是很多的 然後 東南亞國家14國參與 14國參與 所以 當我在講話這個時間 這個軍事演習正在進行 那背後還有誰 以澳洲為首 當然背後就逃不了AUKUS 就是 美國跟英國 所以這個都是當下正在發生的 全世界 的 軍演頻率最高的 現在就在 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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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太當中 頻率又最高的 叫台海 南海 台湾海峽 跟南海 South China Sea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認為 美國跟PRC的這個 對抗情勢會不會升高 鐵定升高 軍演都有它特別的意義 你的軍事演習 除了表達你的 秀你的肌肉以外 很多都是傳達政治訊息 都是要傳達政治訊息 告訴你 就是 不要來挑戰我 老大跟老二之間 我請問你如果你是老大你會希望你被幹掉嗎 絕對是不希望你已經想辦法維持你老大的地位 黑幫如此 國際社會也是如此 如果你是Superpower你絕對不希望 下一個 把你給取代掉 所以為什麼Brand Allison 教授 他會下一個結論 終須一戰 我們絕對不希望看到這個中須一戰 因為這個代價太大 太大 而且 這個中須一戰的狀況 隨著我剛剛講的軍演之外 最近這幾個月的發展包括上個月 我看到 美日 在東京的2加2會談 什麼叫2加2 就是兩個國家的國防部長跟外交部長 這已經行之多年 但是上個月這個2加2會談有一個結論 我覺得 主意讓我們必須要特別注意 他們決定在美國的印太司令部底下 成立 美日聯合部隊的司令部 什麼意思 過去 美國的印太司令部只負責美國的軍隊在印太的部署 跟行動 跟指揮 但現在 經過這個會談之後 他們同意 在這個司令部底下 就是美國的印太司令部底下下設一個 美日聯合作戰的 指揮部 永康修應該比我更清楚 這就是在行錯共同作戰的圖像 共同指揮 的這些藍圖 我們英文講 interappability 這個是具體的 非常具體的進展 可連駕商 主要閉嘴 選一個 詞 司令部底下 前 與 中秋节除了吃柚子 还有多种水果礼盒可以选购 特别严选了各种进口水果组合 例如来自香脆甜爽的纽西兰 爱飞苹果搭配香甜的葡萄 特价只要999元 或者是来自加州的血蜜桃加葡萄组 也只要1099元 无论是送礼还是自用 都非常实用 现在满2000免印费 详情请上1450个网 中秋节目标签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秋节目标签的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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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子的距离市场 會不會激化老共 會不會激化PRC?肯定會 肯定會 也隨著 中美這兩個大國陷入 這樣子的一個競爭態勢 我們必須講 這個一定會嚴重影響到 區域的穩定 但是未來的 印太情勢的發展 我們如果希望它是 穩定的 是和平的 我們才希望各方的利益 能夠得到Balance 得到平衡 這個平衡 還是要透過協商 對話 化解這些矛盾的方式 來進行 否則 大國之間的博弈一觸即發 隨時都在用武力炫耀自己的 這個muscle的話 實際上是相當危險的 那這裡面 涉及到另外一個關鍵的問題 剛好 台灣 位在這個整個地緣當中 不要說 我們 我們不想缺席或什麼 是沒有辦法 你想缺席都沒辦法 因為你的戰略地位 太重要了 從二十大戰以前到二十大戰以後 台灣跟台灣海峽的戰略地位 對這些超強國家來講 它就是一個 不管你叫它是不成的航空母界 或者你叫它是第一島鏈當中的重要位置 重要樞紐 whatever 在全球的地緣政治當中 你是現在印太區域最敏感的地區之一 甚至是美國的這個算是非常權威的外交關係學會 他們從2021年 每一年都會做調查 做評估 已經連續四年 把 台海列為First Tier Tier 1 Tier 1就是什麼 風險最高的地方 好 它會去評估全世界的 spotline 那 分成幾集 台灣一直都在Tier 1 這四年來都在Tier 1 也就是最高 最高風險的地方 那經濟學院我剛剛已經講了 他2021就把我們放成是地表上最危險的地方 那這就算了 今年的1月份 Brunberg Economist 他做了一個預估 他一個研究報告 我也問大家 萬一台海發生戰事 你認為他會對全世界的經濟造成多大的損失 要不要猜一下 當年說很難估 我也知道很難估 但是總是有人會去預估 專業的人會去預估 他做出來的結論 他說全球將因台海戰爭付出10兆美元的代價 10兆美元是什麼概念 現在台幣大概325兆 325兆的台幣 10兆美元325兆的台幣 325兆台幣是什麼概念 中澳民國的公務預算一年多少 我們下個會期要審查3兆 最新的明年超過3兆 所以325兆足以讓我們花多久 100年 將近110年 OK 這個就是台海發生衝突戰事 對全球經濟造成的衝擊 就是相當於GDP的10% 10% 那當然要看是什麼時候發生 這個是以現在來做評斷 這也是為什麼過去這半年 或者過去這一兩年 我們在立法院有越來越多的國會議員 各國會議員到立法院來拜訪 都必談這個問題 不是避免談 是一定會談這個問題 大概都會問我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台灣Stream 兩岸關係衝突發生的可能性 第二個就是問你們的TSMC 半導體 所以為什麼台積電到美國來 為什麼台積電到德國 到日本 這個其實都跟全球供應鏈的重組有關係 因為剛才我講的這個大環境 造成了 那個拜登也好 或者是張宗謀 尤其張宗謀 張宗謀應該是感受最深的 張宗謀在兩年前到Arizona 參加他鳳凰城設廠的Touring Touring就是機器搬進去開始運轉的一個儀式 那一年六月剛好我有機會參加北美的 這個台商會 剛好在鳳凰城 我自己這一大早找了台商 載我去TSMC的基地 那時候正在幹 我就看哇一大片 在沙漠當中 在沙漠當中 那一年的12月正式Touring Touring也沒什麼 可是張宗謀講了一句話 我非常的shock 我也認為他講真話 他在拜登面前直接講說 全球化幾乎已死啊 全球化幾乎已死 為什麼全球化幾乎已死 他說過去的全球化是based on market 市場分工對不對 比較利益 我們經濟學都知道比較利益 比較優勢 你適合生產什麼 你比較成本比較低 所以過去全球化時代的out sourcing globalization 裡面的外包分工是很平常的 所以照全世界市場的成本來分工 可是他說現在沒有辦法 我知道到你那邊成本很高 但我還是必須來 為什麼 因為國家安全 科技領先 經濟領先 已經超越了全球化這件事情 他直接在拜登面前這樣講 拜登心裡一定想 Yes 就是這樣 我要你來就來 你非得來不可 張宗謀能不能不來 他可以不來 但他要承擔後果 後果是什麼 美國通過了晶片法案 幾百億的美金 沒有你的份 我會給別人 對你造成壓力 我給Samsung可以吧 我給Intel可以吧 最好像德州也在邀請 重要的半導體廠商來德州 我們禮拜一也會去德州的半導體營救援 德州本身一個州 他都通過了幾百億的台幣 設立半導體營救中心 Doing One Saintly 所以National Security 造成了整個產業鏈 Supply Chain的重組 所以這個Supply Chain的重組 其實不是只有影響到TSMC這種大廠 我自己去年在選舉的時候 我的選區都中小企業 尤其台中一堆中小企業 都是幫大廠幫美國這些做什麼 做OEM ODM 幾個老闆遇到我 曾經講說江委員 你們爭氣一點好不好 我說為什麼 不然我們要去海外設廠 我說為什麼要海外設廠 因為所有的來自美國的訂單 或者歐洲的訂單 可能會告訴你做一件事情 做不到Decoupling 只能做到De-Risking 所以過去我們會講 China Plus One 就是在中國投資以外 要在中國以外再投資一個 現在他叫Supply Chain的 company說 台灣Plus One 台灣你有設廠對不對 台灣以外再設一個廠 所以造成我們很多的中小企業 他沒有經驗 他過去從來不曾在海外設廠 他要面對一個問題 如果你現在資本的不高 你也只是一家小工廠做做螺絲 做做什麼 可是沒有辦法 這個螺絲是波音要用的 是涉及到什麼樣 他們重要的產業要用 他會跟你講 你必須到海外設一個廠 不然我的訂單有可能就不給你 那你是一個中小企業老闆怎麼辦 怎麼辦 他問我怎麼辦 所以我只好去問經濟部長王美花說怎麼辦 You tell me 沒有辦法怎麼辦 能配額就配額 不能配額也要想辦法活下去 這就是台灣產業面臨的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過往 美中之間的競爭 很多企業不在乎 他可能跟我無關 國際經濟跟我什麼事情 國際政治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國際的安全地緣政治風險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現在不是 台積電自己本身都設了一個地緣政治風險評估的單位 有史以來 要來聘這個 像翁呂洲這樣子的教授 像陳以信這樣子有這種風險評估 國際經驗 國際的這個 評估的專長的人 他設了一個這樣的單位 為什麼 他評估台積電人 因為全球的地緣政治風險有多高啊 那中小企業怎麼辦 他沒有前涉啊 誰幫他評估 國家要負其責任 我在台灣的中小企業 會面臨非常大的問題跟挑戰 那 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也必須告訴大家 對台灣來講 這樣子的環境發展 挑戰 剛剛都講的就是這麼大 這個挑戰是你沒有辦法避免的 你必須要面對 怎麼面對才是我們的問題 How to deal with 然後能不能面對能不能處理 還有這當中怎麼樣趨吉避凶 又能夠得到我們的好處 這樣是國家利益的確保 這是台灣我認為現在不分朝野 大家都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跟韓院長 我們擔任立法院政府院長一來 我們一個很大的共識 就是 國防外交 對內或許大家有不同意見 對外只能一致 對外只能一致 所以任何所有的外賓 或者參眾議員或者是政要等等 到立法院拜訪 我們絕對找跨黨派一起來談 大家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跨黨派自己來表達意見 但我們作為政府院長 我們絕對支持國防 我們也支持國家安全 我們也希望在外交上面 大家以國家利益為優先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在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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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夠不夠內斟的話 我們會不夠失去 所以這個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有沒有機會 有啊 supply chain的重組就是一個機會 今天德州會跑去台灣設一個 The second office after Mexico office Why 德州在海外設辦公室的潛力只有一個 Mexican 第二個在海外設辦公室叫台灣 7月份德州州長率了一批人 來台灣開幕 還有包括德州的參眾議員 我有心在地法院跟他們一起吃飯 所以這是我今天剛好 也在Houston開我們這個年會我剛好有機會又回來回訪他們 所以今年的德州跟台灣很有緣 為什麼我們可以去問一下為什麼德州 會開這個例子除了墨西哥以外到台灣設辦公室 因為台灣重要 因為全球supply chain重組裡面沒有重要 我會跟大家分享 上個月 我去參加歐華年會 在馬德里 西班牙馬德里 惠正也在那邊 但在馬德里之前呢 我去了捷克 也是他們的之前捷克的副議長6月份有來立法院訪問 我答應我要回訪 所以韓院長請我帶團回去回訪 一方面是 Celebrate我們跟布拉格的直航一周年 然後 第二個 我們 Prepare 明年的故宮 要在捷克的國家博物館展出100件文物100個故事 明年剛好是 故宮100周年 那當然也參觀了 這個捷克的最好的大學 裡面跟台灣合作的晶片 半導體的研究中心 那就想說捷克根本沒有邦交啊 為什麼 他要跟我們做那麼多事情 一樣 Supply chain 供應鏈的重組 台灣在供應鏈裡面的重要性 他們一樣看到了在AI 在Semiconductor 在chips上面 在全球安全上的重要性 當然還有更重要的 就是We share the same value 我們跟捷克政府一樣 捷克 各位知道捷克身處在哪裡 東歐 他不喜歡人家稱他東歐 他希望是中歐 他旁邊東歐 以前是共產國家 所以捷克的民主政治的發展 實際上他是相當反共的 所以因為這樣沒有邦交 但是他頂著壓力跟 中華民國交往 實質的交往 他們的議長韋德琪 在2020年來台灣帶了60個人 在立法院發表演講 去年 他的眾議長 帥了168個 成員到立法院 也在立法院演講 所以為什麼今年我回訪 我是本來希望韓院長能回訪 我希望他明年有機會 因為 我們跟捷克談的 不是只有價值而已 我們希望 除了價值 還有實質 有價值有實質才會真實 這關係才會真實 所以即便我們沒有正式的邦交關係 但是 因為我們的實力 因為我們 有價值跟實質 所以讓雙邊關係 能夠 發展得相當的快速 所以這我講台灣的機會 就是在整個Supply Chain重組裡面 我們是有我們的 優勢存在的 而是看我們怎麼樣去突破去發展 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详情请上1450个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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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提出了幾點 我認為 這個大環境底下 我們長期在自由、民主、經貿、高科技、醫療、生物科技、公衛、公民社會 我們在國際上實際上 是這方面有很多優勢的 而且我們真正在做 大部分都是民間團體在做 在場的各位僑胞先進 其實你們在海外都是在幫我們做這些事情 也因為你們做這些事情讓世界看見台灣 讓世界看見東華民國 所以這些優勢在目前的大環境下 我們可以怎麼樣進一步發展 我大概歸納出四個方向 一方面當然也是給執政者參考 二方面也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我覺得台灣應該要做 區域秩序跟民主價值的捍衛者 區域秩序當然就是 以印太為主的這個區域 我們是這個裡面的一份子 我們也是目前這個區域當中最敏感的 或地緣政治風險最高的一個地方 所以即便我們跟周邊的國家 沒有一個國家是邦交國 沒有 我們在印 印度Pasific裡面幾乎沒有 我們只有南泰的一些國家 跟我們現在還有邦交國 南泰六國也剩下三國而已 所以在這樣的沒有邦交情況底下 我們不能因為沒有邦交就不跟他們交往 反而是要加大力當 跟印太區域的 這些朋友來交往 我們必須要覺得我們是當中的一份子 那這個交往絕對不是只有說 之前蔡政府所做的南向政策 而是應該在各個層面有更多的實質交流跟對話 那這個對話 不是只有停留在價值層面 過去這8年 小營政府一直喜歡講說 我們是like my country 就是理念相近國家 可是我忘了理念相近之後 要交往嗎 要怎麼交往呢 那交往都是涉及到什麼 實質關係 男女談戀愛也一樣 我們理念相近 對不對 我們談得來 所以理念相近談得來 談得來之後呢 會不會交往 如果不交往 那就是就是這樣子的 我們就談一談就要 表面 所以會淪為表面 這是理念相近不是不好 但是沒有辦法進入實質也沒辦法進入具體 所以實質化跟具體化反而是我們跟這些區域內的國家應該要談 應該要 去single out到底我們跟這些國家有哪一些具體的可以談 我再分享一個 3月份我帶appu 我帶 台灣跨黨派的立委 建長你有去嗎 沒有 格如君有去 我們跟 日本 還有其他 10幾個國家的 亞太的國會議員 這是每一年的年會 亞太國議員聯合會 今年在日本辦 那當中因為我們要爭取 明年的主辦 可是還是遇到一些困難 因為這裡面 幾乎有一些大部分國家都根本沒有邦交 其中 菲律賓 就有意見 菲律賓也講得很白 這是外交部的指令 他們上投外交部的指令 一定要卡我們 當然日本才幫我們講話 所以後來沒有卡成功 可是大會上發言完我自己去找他們 他們也是菲律賓的國會議員 他私下他就跟我講說是他個人沒什麼意見 我完全是 謀法 外交部要他們 要講話 要表達一點 對這方面的存疑 但他跟我講到 你說 台灣跟菲律賓可以合作的東西 我說可以合作什麼 他說雖然我們知道你們高科技很強 但實際上 從我 他是一個國會議員 他跟農業部長很好 他跟我講說實際上我們 更需要你們 先進的農業技術 所以台灣跟菲律賓可以發展農業的合作 說這很好 應該雙方的政府 外交部可以好好來 談這個事情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 其實 我們跟每一個 這些區域內的國家 這個夥伴關係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 價值 而是要有 的東西 如果有的話 我相信的關係是進展的 這也是 捷克議長韋德奇在跟我對話的時候 我們這一次去 跟他對話 他直接講 他說我作為一個捷克的參議院的議長 你不要以為我沒有壓力 我跟你們交往壓力很大 我國內也是要選舉的 我有壓力 可是怎麼克服這壓力 我必須convince 我的國民 我的人民 我跟台灣交往 跟中華民國來往 是對我捷克 國家利益 有幫助的 我必須convince他們 我講的蠻有道理 他講的非常有道理 這即便是有邦交的國家 也是這樣 所以 我們必須有價值 有實質 才真實 第二個 我認為 我們還是必須在兩岸和平跟安定上面 扮演一個推進者的角色 扮演一個推進者的角色 為什麼這樣講 看看美國 想想台灣 美國是一個現在高度跟 PRC競爭的國家 甚至大家都公認這已經是國際秩序裡面一個 長期結構性發展的趨勢 就是美中之間的競爭是必然的 沒有回頭路 這個是沒有回頭路的 競爭大約合作 這也是幾乎所有專家 所有的政要 美國的參眾議員 大家都認定的事情 可是美國有沒有因此 放棄跟 北京的對話 沒有 Nancy Pelosi來台灣之後 為什麼 當年 11月 2022年的11月 拜登總統 跟習近平一定要見一面 一定要見一面 剛好那一年的 黑泰國高峰會在 紫蘭斯斯科 所以也創造了一個體會給拜登 跟習近平 需要 需要 所以 北京自己也不想 在這個結局跟老美 發生 衝突 軍事衝突 美國認為說我們雖然有競爭但是我們要 護欄 要Garrel 要那個護欄 就我們走在這個經濟上面不要摔倒 所以雙方其實都還是有這樣子的理念 我們大國競爭可是我們不要發生 插槍走火或者意外 所以美國在 Nancy Pelosi 之後 不斷的用各種方式 雖然格尼歐發生什麼氣球事件 但是最後 你看看布林肯 還是怎麼樣 還是頂著頭皮怎麼樣去訪問大陸 即便習近平給他那種排場 可是你看他還是死亡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然後一直到去年 雙方的軍事對話才恢復 本來Nancy Pelosi在Vis之後 雙方是cut off的 軍事對話cut off 完全不來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兩個國家之間的國防部長沒辦法通話 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我不曉得你的intention是什麼 萬一我們的飛機在上面插撞 船碰撞 你的intention是什麼 你的intention是意外 還是你是on purpose 那我的reaction就不一樣了 這東西需要溝通 將軍看清楚 如果這個沒有溝通的話 一旦發生意外 我認為你是真的要打我 我就fight back 那就世界大戰的爆發了 所以後來去年 好不容易兩國的軍事對話 恢復了 今年的7月 在遼國 舉辦的東南亞高峰會 王毅 跟 布林肯 又見面了 又見面了 就是繼續維持這個 管道的暢空 所以同樣的道理 東南亞高峰會 就是 格拉儀 跟他的一個同僚 最近也投了一篇 Foreign Affair的旗艦 裡面也是提到 就是 美國應該要 武力兩岸 設立對話的管道 而且是要 accountable 可信賴的管道 來避免 台海危機的發生 他們也看到 賴清德政府上來之後 這個 台灣 Crisis 在 邊緣當中 所以應該要 要有這個安全法的機制 所以 台灣還是要想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美中之間的競爭 他們都可以維持這個對話的話 那兩岸之間的 對立 為什麼不能 也有一個管道 起碼讓大家知道彼此 的intention是什麼 第三個 我覺得台灣還是要確保我們的科技優勢 這是我們現在在 supply chain當中 被重視的地方 全世界看到台灣的重要性不是因為 沒有多少武器 我到現在 不管出訪或在立法院接待所有的外賓 沒有一個人說你台灣重要是因為你有很多武器 是因為你的military有多少的 軍人 我相信永康兄應該也認同 大家認為說你應該要有National Defense 你應該要注意到你的National Security 你們應該要加強你的國防 可是他今天要跟台灣交往進一步交往的意義絕對不是因為 你有20萬的大軍 或者你有多少的F16 如果要比這個的話 對岸比你多太多了 他沒有必要跟你談這個 對岸的size 跟各方面 絕對在武力上面 大大的超越我們 所以跟台灣談主要就是因為 你的軟實力啊你的科技優勢啊你的人才優勢啊你的管理優勢啊 你的中小企業啊你的大企業就整個在全球市場供應鏈上面的重要性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談 所以即便台灣在怎麼威脅 你辦了一個AI的高峰會之後 黃人軍也來了 蘇之鋒也來了 什麼都來了 大家都要來secure什麼 這個supply chain 要發展的AI如果沒有台灣這一些硬體廠商配合的話做不出來 做不出來 所以我們是因為有這個 所以回到一個關鍵還是education 如果教育沒有紮根 沒有sustain 下去的話 坦白講 我們的優勢是不會存在的 所以這幾次這兩次我跟AIT處長這個新的鼓勵人因為他台灣女婿的關係 我要跟他強調 我說台美之間你一定要重視教育 我非常的具體offer他一個意見 兩個意見 這也是韓院長Echo的 第一個 台灣現在有很多 實力學校 即將要關掉了 很可惜 如果美國的大學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 投資來設成像 我們應該 create這個機會 讓台灣成為美國學界在亞洲的一個點 而不是新加坡 而不是新加坡 這個也才能夠同步讓台灣不計劃 然後加強雙邊的關係 也解決我們這些即將倒閉的官能的實力學校問題 第二個 我具體的建議 請 給台灣學生在美國in-state的學費 因為過去這幾年來我們流美的人數急劇的下降 當然跟少子話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我們還是有很多 小朋友 想要出國唸書 但是因為 家庭狀況不允許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offer 因為美國的學費太貴了 台灣現在在念大學幾乎免費了 要不要 不管是賴清德的證件或者過去我們國民黨的證件 幾乎是到大學都不用錢 學費都不用都全免 可是我到美國 我一年的學費要5萬6萬美金 哪一個家庭offer得起 沒有辦法 所以in-state的學費 對台灣學生來美國留學 是絕對有具體的幫忙的 所以我也具體建議給AIT的處長 實際上兩年前我在國務院裡面 我也講給他們聽 但是這個處長認為他應該會推動 他非常的認同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維持我們的 軟實力 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我們到今天被全世界認定 或者是recognize都是因為你的soft power 那這個soft power就變成我們的deterrence 我們嚇阻人家欺負我們 我們嚇阻對岸發動 軍事武力的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這一個soft power的deterrence 我們沒有辦法完全靠 軍事武力 因為如果要軍備競賽 那不用玩了 我們不可能贏的 軍備競賽我們不可能贏 我們只能在有限的軍事預算裡面 加強我們的 軍事能力 可是 無限的是我們的軟實力 第4個我認為 我認為 我們應該 應該做一個國際人道主義的貢獻者 銀水師緣 假規計敗取逃 我們也追溯過國際的幫助 過去 二戰以後 不管是美國或其他國家 包括現今 的今天 在國際上 我們被 遭受到一些外交上的打壓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 說為什麼 你們不幫我講話 但是反過來講 他為什麼要幫你講話 對不對 他都既然跟 PRC建交了 跟北京是 是邦交國 為什麼要幫你講話 日本如果不是因為311 那時候馬總統呼籲大家捐款 對不對 幫忙日本 你認為 日本的民間 對我們的 感情會到現在 繼續的加溫嗎 也都是因為 雙方之間 我們有這樣子的互動 所以 平常 我們就必須 存好心 做好事 在國際社會 也是如此 當你 當你這個 幫忙 其他國家 尤其他們的人民的時候 我認為 大家即便在跟你沒有正式 歸國的邦交底下 在國際上 都還是會幫你講話 我這次到歐洲坦白講 也不是完全沒有壓力 但是我看到 讓他們的國會議員最後都願意站出來 因為國會代表人民 國會代表人民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的耕耘 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 所以為什麼像WHA這一種聲援 我跟韓院長的態度一樣 所以我們不會分潮影 我也不會說因為到那邊你後面給我舉一個什麼台獨的什麼這些牌子我就有什麼意見 No 不會 這彰顯我們的民族 最後 因為時間到了 這個 我要 再次的感謝 全美台灣童小年委會的邀請 讓我有這個機會跟大家 好好的分享一下這段時間的觀察 那也要在這邊代表立法院 向我們所有海外的僑胞 特別是在美國 包括在我們這次主辦的 休斯頓 表達我們的 感謝 謝意跟敬意 當然 也要邀請大家 如果在 時間允許 或者回來台灣的時候 到立法院來 讓我們能夠好好的來接待各位 立法院是人民的立法院 我們也都是你們選出來的 所以 也希望你把它當成你的家 那我自己也剛好就是身兼世界 立法院世界財商 只有會的會長 那我們更歡迎我們海外的這些財商朋友 有到立法有回台灣的話 到立法院來 再次的感謝 我們主辦單位 還有特別是我們休斯頓 分會的 辛苦 也祝我們這一次的 大會 圓滿成功 大家平安健康快樂 謝謝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 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 我們在下方點下 咱們 搭託 一起 咱們 咱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